但是关键的人没出来呢 这男人怎么老是跟缩头乌龟似的 每次都是女人上来 然后男人躲在步 我们的编导告诉我们 大海在第二现场 我们把第二现场打开 喂 你好 是大海吗 是 你好 你怎么在第二现场啊 我觉得我还是在第二现场比较好 我觉得我去第一现场会比较尴尬 你怎么还戴着墨镜呢 其实说实话 我今天来到这儿 也是因为出于对这两位 在场的三个女人的负责 所以我才来的 所以我不想让太多的人接 那你老躲在后面也不是个事啊 来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大海 你到底爱谁啊 那一定是美辰啊 大海 你怎么能这样呢 天天这么好的女孩 你说她什么呀 大海 我想问你 你既然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那么久 而且在我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跟其他女孩在一起 你这不摆明的劈腿啊 请你放过她吧 你不要每次都这样逼她好吗 我现在问的是她 我觉得我必须得说一下 我觉得我妈一直对美辰都有误解 从她没开始了解这个人开始 就已经心里面就已经有排斥了 其实美辰是一个特别照顾我 我心情的一个女孩 就比如说她的服装问题 那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她跟我讨论很久 她要不要上来穿的是那种平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服装 但是我就是坚持我就跟她说 你就按照你工作的状态 这样的服装穿这样上台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想让我妈接受她的话 就要接受她的所有 其实天天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包括她对我妈都挺好的 但是我不喜欢她 我也很早地就表明过立场 这件事上自始自终都是我妈在安排 你能来到现场吗 我觉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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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